欢迎来到忍者无敌聚宝期 我是主持人德鱼 赶紧欢迎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您好 德鱼好大家好 忍不住要提醒大家 今天是10月31号 也是我们这个忍者无敌 三岁生日超大感恩回馈的 最后一天咯 大家赶快把握机会了 0800-66-8085的专线电话 或者是直接透过Lite私讯大人哥都可以 好那么大人哥呢 带着我们一起多空双向操作 要恭喜我们所有 聚宝期的会员朋友们 我们的连胜战机是持续的 又向前推进了 另外呢大人哥带大家来操作的 这个个股期货的部分 太厉害了 我们只要用比现货更便宜 更低的这个成本就能够创造出更大 更丰厚的这个CP值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赶快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大人哥 好德鱼好大家好 那最近的行情的话 我觉得还是用这张图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张图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危机会从危险带来机会 有很多很多的股票 就像我刚刚前面上半集讲的 就是股票的部分的话 就是说有一堆股票明明是对的股票 好的股票啊 可是呢它就跟着行情被行情拖下去 可是拖下去之后就反而会带来 所谓的超跌的这个买点 所以短线上面的行情的话 酝酿一波所谓的强谈的过程中 或者说指数在打底的过程中 那这种超跌股票 它就表示说你杀错我了吧 赶快弹回来 所以这是现在目前 危机会带来 危机会从危险带来机会 那我也常跟大家说到的 你用多空双向趋即避凶的方式 你可以用很多很多很好的商品啊 用台子期货啊 然后你用股票期货啊 这张图其实也 应该看我节目的话 也应该看过好多好多次了 就是在我们的大人哥玩股的 YouTube的这个专题里面的话 其实有很多很多 我自己的赚钱工具 拿来跟大家做分享啊 之前你要你该做避险就做避险啊 现在行情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股票跟期货 去做多空双向操作啊 而且股票期货 真的是一个很对很对的商品 你看我这边之前有用个 还教你做除息的结税 然后呢 我也还教你说 股票期货要怎么样去做操作 所以现阶段的话 你如果看我们LINE跟Telegram 我在周末的时候 我也PO了这张图给你看 就是礼拜五 就是上礼拜五啊 那创意的股票涨停板 因为它是那个三 礼拜四一根红棒嘛 然后礼拜五涨停板嘛 然后今天的话继续上涨了3%多嘛 那你只要抓一根就好了 礼拜五的那一根涨停板的话 你的股票创意的股票 你一张42万8千块 两张的话是85万6千块 那当天涨停的话 你可以赚 你可以赚8万5千块 也就是你可以获利10% 那10%的话 其实你要用85万赚8万5 听起来还不错 还不错耶 涨停也 但是听起来还蛮贵的 因为你要准备85万才能赚8万5 所以你就想说 那有没有比较更有灵活的方式 或者说更轻松简单 然后有效率的方式可以赚到一根停板 但是不要用这么多的钱 然后你可以赚到一样的钱的部分 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到的 我们可以用股票期货啊 因为股票期货它就是 一口的创意期货或者说一口的股票期货 它就是两张的一个股票的一个规格 因为它是契约制的 所以你一口的创意期货 就等于是两张的创意股票 那但是呢你的保证金 你就是不需要花85万 你只要花 那个42万9千块乘以两倍 再乘以保证金的比例是16%的保证金的话 其实你只要准备14万 就13万9千块 14万你一样可以赚8万5千块 那如果我用8万5去除以14万的话 你其实你一天就是60% 那当然你可以准备多一点资金 因为毕竟它是比较属于杠杆型的商品 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到了 股票的应该说 牌子期货一口18万嘛 那我准备50万啊 我把我的风险稍微降低一点点啊 或像是股票期货的话 你现在14万可以赚8万5啊 我也可以用准备28万我一样赚8万5 怎么样都比85万赚8万多 更来的划算一些些 对 然后那个杠杆的倍数我可控 风险也可控 然后我又可以抓到那种叠声反弹的行情 回归基本面的行情 那多好啊 对不对 所以股票期货的部分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我们YouTube频道也可以看得到 那我有说到 就是说 那个要交我们团队的话 我们也会用股票期货来去做 那个多空双向操作 就是我们清代式操板专案的部分 那继续讲下去 今天也有一模一样的现象发生 就是今天的联发科 盘中来挑战600元的整数关卡 这是早上的时候抓图的 然后你会发现说 有啊 那个联发科回来到 快要回来到600块了嘛 那假设如果你一张联发科 是今天平盘是565块 那你就准备565000块 那两张联发科的话就是113万 老实说有点贵贵的啦 好贵喔 那不过你可以用113万赚到6万多块 那是今天涨6%的时候 如果你要做一个跌升反弹 然后做当充货 或做强短这样的动作的话 你当天可以用113万赚到6万8千块 加6% 对 然后呢 但是你如果用所谓的股票期货 就是一口联发科的期货 等于两张的股票 那你用保证金 你只要你只要保证金 只要花大概18万多块 因为113乘以16.2 然后就等于18点多 那我直接抓19万好了 19万你一样可以赚6万多多 那也就表示说 其实你如果用股票期货的话 你一天的获利 你今天盘中的获利的话 就是37% 所以你看我今天的标题 创意60%跟联发科37% 不是一个波段的获利喔 不是做股票的一个波段获利喔 它只是用一个股票期货的 这样一个契约的规格的特色 让你抢到一根反弹 你就有这样一个获利的动作 所以这就是要跟大家说明 有很多很多的好股票 好的商品 在现阶段真的很多很多的一些 对的时间点 你只要用对的策略 然后对的工具 你就可以找到一些 不错的一个操作的方式 所以这是我们最近不断跟大家 分享的一些操作观念 那我们也正在带着我们的 会员做这样子一个操作的部分 所以当然这几天 航行波动比较大一些些 可是在航行波动的过程之中 自然会有一些利润跑出来 所以继续跟大家讲下去 就是聚保期 我说我们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心血 去开发的这个聚保期的策略平台 那盘中你如果跟着我们讯号去做操作的话 我不会告诉你我们稳赚不赔它 拜托拜托 然后我们再告诉你一件事情是 赚大赔小 大赚小赔 然后聚差成塔 然后纪律操作 那该怎么样去做操作的时候 你就跟着我们的讯号 然后就可以跟着这个讯号去做一个样子 你看今天早上 我说今天早上其实开没有很好 然后结果空单之后呢 怎么没有想到在9点半左右的时候 9点40几分的时候 这笔空单就被那个 就是转多单的这个时间点 就停损出场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 那时候点数我超下来 12869的做空 然后12882的时候去做多 然后那笔单的话就是小亏13点 也就是我们可以控管在一个 13点的风险里面 顶多就是20出头点这样一个风险的部分的话 然后去转一个多单 然后一笔多单抱到尾盘 去做一个停力了结的一个出场动作 所以如果你今天跟着讯号操作的话 你会先小亏 然后转波段 然后今天的话 你就可以获利48点 然后获利的金额的话是9600元 那这个就是今天的操作的部分 那今天的操作的部分的话 我其实我用另外一个数字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我们早上的时候 我有给我们会员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数字 就是12970到13000点 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 市场在看的一个压力的地方 我也说我一点都不期待 今天的行情就直接去突破万三 因为今天突破万三是没有量的突破 甚或是说当一些相关的未确定的利空的这个过程来说的话 你硬要去突破 那是不自知之举 所以我相信黑手应该也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今天有没有 今天盘中最高点是哪里 12997 它竟然就是在这个13000点这边 13000点这边就不想过了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些 就是关盘的一些内容 我们可以帮我们的会员有更好更好的一些操作的一个绩效 所以你比方说 你如果今天早上有做这一笔多单的话 你可以在12997 就先做获利了解 甚至要做一个短投都很OK 所以这个观点的话都是我们聚保期里面 像是一些就是城市的策略的部分 或像是我就说 这个是我们苦口婆心碎碎念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就是我自己亲自拿出来给我们聚保期会员去做参考用的 因为我那个策略的部分 或像城市的部分 真的不知道这礼拜要开废的利率决议会议 可是我们知道啊 所以我就知道说其实这个礼拜会有 那个前几天会比较保守一点点 去看待现在的行情的部分 所以这是今天的操作的绩效 当然后面几天的话用快速带过就好了 27号那天赚39点 因为好像做多最近比较辛苦一点点 因为最近在打底的过程之中 可是呢再往前看几天的话 你会发现说 其实25号就10月25号台股在崩盘的那一天 你如果顺势去做放空的话 你一天可以赚197点 然后呢你就发现说 其实39,400块 就是一天你就可以赚到一个 刚出入社会的年轻人这样的薪水 24号那天也是一样 170点 然后呢34,000块的这样一个数字 都是在上个礼拜的破底的时候 我们的聚保期的部分 抓到那个顺势的时候就咬到大的嘛 你该咬到大的 你就会赚大赔小啊 那今天的话 你就是小小一个反手去做多的时候 后面那笔把前面那笔把它赚回来 这就是一个操作的观念 跟大家做一个相关的分享的地方 那当然如果之前有跟大家说过 如果你是一个不能在盘中看盘的人的话 你也可以透过短波段的操作策略 就是短波聚财的部分 10月份的绩效我们也很亮丽啊 14胜7负1498点 299600元这样的绩效 然后9月份的数字的话更好 因为9月份我们抓到的是CPI的那个大怒声 所以虽然获胜的比数比较少 可是呢我们的获利的绩效 更比10月份来的更多一些 所以无论9月份的绩效或10月份的绩效 或像是长期期累积下来的绩效的话 其实都是还蛮 我觉得蛮稳定的啦 因为我们总是没有告诉你说 叫做是那个稳赚不赔 但是我会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 我只要拿50万本金啊 你一天只要赚10点啊 那你一年就绩效就可以翻倍啦 那我不要那你这种做好all in 那种做赌博啦 高风险高杠杆啦 你只要准备好你的资金的这样一个水位 然后呢你就跟着我们的聚保期去做纪律操作 然后呢大赚小赔 然后呢聚沙城塔 然后呢你就听我每天在碎碎念 不知不觉就可以复利翻倍 然后呢不知不觉的话 就可以达成我们的期货财富自由的计划 所以无论是你是用50万本金啦 或是说你用300万的资金啦 你都可以参加我们的 期货财富自由的计划 然后呢可以用运用这一波 行情在震荡的过程之中 用多空双向操作的方式 用纪律操作的方式 用资金效率的方式 让你达成复利翻倍跟期货财富自由 以上是欢迎大家都来做参加咯 期货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 你看这么高价的股票 一张60万的联发科 但是我们今天只要花大概19万 就可以赚到37%这样的一个利润 CP值的真的非常高 欢迎大家呢利用我们 0800668085的专线电话 或者是透过Lite私讯大人哥 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期货财富自由 您可以选择用50万跟着大人哥 从一口大台纸做起 或者是呢大部位的资金 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操盘式清贷专案 当然今天10月31号最后机会咯 最后的这个门票一定要拿到哦 就是呢参加我们忍者无敌三周年的超大回馈 包括了在股票的部分 大人哥会先帮你做一个持股的见解 接着搭配上我们盘中股票 精准买卖点的即时抠讯 好用的股猛力APP 还有非常掌握筹码转折 很精准的策略平台聚保期 都让你一次拥有080066 8085的针线电话 或者是赶快利用Lite 私讯大人哥咯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也再一次谢谢我们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最专业的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入我的LINE和Telegram官方账号 ID是小老鼠DAR888 谢谢大家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